大家好,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这期的热点深度 关注金融时报最新的那篇文章 披露了秦刚、傅小田的亲密关系发展 以及傅小田承认代孕 还有剑桥大学傅小田花园的来历 文章回答了过去三个月以来的诸多疑问 但是也留下了更大的悬念 先来看这篇文章 首先,该报隐居六位接近傅小田和中国外交政策机构的人士 透露,现年40岁的傅小田与秦刚确实有过恋爱关系 其中一人告诉金融时报说 傅小田去年向一位亲密伙伴讲述了代孕的事 另外两名知情人士也表示 傅小田是通过代孕生了一个孩子 而目前代孕在中国是非法的 据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当局正在审查秦刚和傅小田之间的关系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秦刚和傅小田之间的关系 对于他在之前的六月突然失踪 以及一个月后被解除外交部部长职务 有何影响 目前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将秦刚描述为 已婚并有一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 这个领导干部的家庭生活是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体现 北京官员至此仍然是拒绝解释 现年57岁的秦刚被解职的原因 在7月25日中国外交部仅用一句话 就通知了秦刚的接替者 最后中国外交部从官方网站上删除了所有提及秦刚的内容 他的会议还有各类的演讲记载 而在几天之后这些内容又恢复了 这也加深了秦刚的地位之谜 秦刚一般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个人的亲信 个人的宠儿 在今年3月晋升为国务委员和内阁成员 政治分析人士表示 他目前仍然担任国务委员 这可能会让秦刚重返中国政治舞台 而据两名与傅小田有过接触的人士透露 傅小田是于4月份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并在之后的6月份停止回复信息 当时秦刚最后一次作为中国外交部部长公开露面 是在6月25日左右 一位与傅小田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 傅小田的电话号码已被停机 无法通过短信应用程序联系到他 傅小田直到去年还主持一个名为 与世界领导人对话的节目 该人士说他们最后一次与傅小田联系 也是在今年的6月 而一位与傅小田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 他于2010年左右在伦敦认识了秦刚 当时他离开剑桥大学 并开始在中国媒体集团凤凰卫视工作 秦刚是被派往英国担任中国临时代办 几位接近傅小田的人士说 近10年之后他们在北京开始了更密切的关系 秦刚的妻子林彦是陪同秦刚前往美国 秦刚是在2021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他在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之后 在今年也被解除了中国驻美大使的职务 而两名知情人士说 在这个外交部部长的任命前后 秦刚开始限制与傅小田的接触 而一位与傅小田关系更密切的人士表示 这也促使傅小田在社交媒体上频频暗示 他们的关系 在今年3月傅小田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告诉粉丝 他的孩子的父亲不是美国人 当秦刚被任命为国务委员时 他发布了一张婴儿举手的照片 并贴下标题说胜利的结局 一周之后在秦刚的生日前后 他祝这位不知名的父亲生日快乐 并表示真正爱一个人 并不是希望他升官罢财 而据傅小田的微博贴子和飞行记录 在2023年的4月10日 傅小田在洛杉矶登上飞往北京的弯流 即650四人飞机之后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他最后的公开贴文 当时飞机是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进行补游 他在微博上用中文发布了 他最后一次乘坐同一架四人飞机的旅行 这架飞机将它带到华盛顿 也进行了对秦刚的采访 他说那次旅行是为了工作 我几乎不知道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 与世界领导人对话的节目中 一年之后我再次登上飞机 同样是从洛杉矶出发 但这次是和我的儿子Erkin一起 这次的目的是前方 一个小时后 傅小田自2022年6月以来 首次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发布了一条消息 他是用英文发布的 而这次的内容包括一张去年 华盛顿采访秦刚的照片 那根据飞行记录这个网站 Radarbox的显示数据 这架飞机在第二天的下午 降落在了中国北京 傅小田长期以来 一直是利用社交媒体 来宣传他的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努力 在2016年 他承诺向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 捐赠六位数的资金 用于支持研究生和创建 安静的学习空间 一位知情人士说 据英中透明慈善机构 萨姆邓宁从学院获得的记录 傅小田要求用部分资金建造的花园 以及他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并将其列入学院的网站 丘吉尔学院的一位代表表示 我们仍然关心这个校友的健康 希望傅小田和傅小田的孩子 是平安无事 傅小田广泛转发了 花园开园仪式的视频 而中国政要也出席了开园仪式 在2017年 傅小田在意大利驻北京大使馆 举行了类似的仪式 当时他被授予意大利之星的勋章 2021年他在卡塔尔驻北京大使馆 还举办了生日聚会 傅小田的财富来源不明 在2015年的一次采访中 他说他的祖父母在定居中国西南部的 在重庆之前曾参加过红军 一位与傅小田关系密切的人士说 傅小田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而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以上就是金融时报的文章 在这里第一个关键信息就是 傅小田和秦刚有过恋爱关系 两人的相识是在2010年 当时傅小田离开剑桥大学 并开始在中国媒体集团凤凰卫视工作 而另外一边在2010年的9月秦刚去往英国 任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公使 这也是秦刚第三次被派驻英国 而两人的关系 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说 在过去十年还在继续发展 《金融时报》提到 几位与傅小田关系密切的人士说 近十年之后 他们也就是傅小田和秦刚 在北京开始了更亲密的关系 但在2023年初 秦刚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部长前后 秦刚开始限制傅小田的接触 那么这也促成了傅小田多次在社交媒体上 暗示他和秦刚的关系 《金融时报》这个文章 第二个关键信息 那就是代孕 《金融时报》提到 傅小田在2022年 向一位亲密伙伴讲述了代孕的事 另外两名知情人士也说 傅小田是通过代孕生了一个孩子 关于傅小田代孕生子这方面 《金融时报》的文章没有过多篇幅的描述 更没有说傅小田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 那代孕就是替别人的家庭孕育胚胎 直到孩子出生 那是辅助生育的一种方式 需要代孕的原因一般来说 有各种各样 包括不能不适合自然的怀孕分娩 那么这个男同性恋 配偶或是单身男性想要孩子 把这个女性把代孕作为一种 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等等 所以说这个原因是有多种的 那技术上把代孕分为人工受精 这种传统方式和试管 婴儿、妊娠是两类 传统代孕是用代孕母亲的卵子和委托父亲 或者是捐精者的精子 通过自然或人工方式受精怀孕 那妊娠代孕是只用委托父母的 捐献的卵子精子在体外人工受精 产生胚胎在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 那传统代孕出生的孩子如果是用 委托父亲的精子和代孕母亲的卵子 则从遗传基因角度来看 跟委托父亲和代孕母亲有着血缘关系 那妊娠代孕出生的孩子跟代孕母亲 则没有血缘关系 那这里可以合理推测到的程度是 傅小田选择在全世界代孕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其中代孕产业最前沿的地区加州 使用了代孕的服务 截至到2021年在美国有47个州 对代孕有不同程度的法律认可 目前大大小小的代孕机构 垫及全美各个州 一些提供代孕服务的非政府组织 还有网站你也是可以找到 在2021年这个纽约克杂志就曾提及 一家名为Growing Families的非政府组织 该组织声称主要目的是致力于将各地的代孕者 捐赠者和选择代孕服务的家庭聚集在一起 提供相关的帮助和咨询 就是提供信息并促进后续的沟通 那么根据相关的查询 这个网站还特地列出了世界各国合法的代孕机构和医院 这些机构专门从事代孕者的招募 配对和管理也会提供相关的卵子或精子捐赠者 那这个Growing Families的网站推荐的 美国代孕机构达到32家 其中加州最多达到了18家 根据之前上海的媒体第一财经的报道 据从事美国中国跨国法律业务的资深律师 一名姓谷的律师接受采访时透露 多年的经验显示 到美国代孕其实受到很多中国人的欢迎 其中加州就颇受中国来美代孕群体的青睐 因为当地有丰富的华人资源 有一点金融时报的文章提到 但没有点破 那就是现年40岁的傅小田 如果选择的是人工兽经传统式的代孕 那几乎就是卡在了代孕的年龄上限 选择进行代孕 一般代孕母亲的年龄会被限制在21岁到40岁 如果这里说的有误也请各位更懂行的进行指证 作为40岁以上的代孕妈妈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这包括怀孕困难流产或死产妊娠期的糖尿病 疼痛痛苦剖腹产 一出生体重婴儿等等 所以这个后面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媒体进行更多的披露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关注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 新闻有免费套餐 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